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猜忌天下之乱原野 主宜臣则诸 臣宜主则反 主宜臣而不诸则臣宜而反 臣宜主而不反则主必诸之 这段话本来讲的是军政关系 亦可以伸到现代的职场关系 举例来说 今天如果H公司的董事长怀疑总经理阿呆有二心 可能要夺取他的股权 架空他 董事长100%会先下手为强 相反的 如果阿呆怀疑董事长想炒大鱿鱼 抢走他该拿到的分成 他会在董事长下手前抢先一步 笼络其他董事 换掉董事长 或者通过出卖机密等方式 抢先维护自己的利益 更悲哀的是 双方就算都没有那个意图 只要对方起了疑心 通常无论得到的讯息是否属实 都会选择先动手 永绝后患 外遇是具体事件 就像买房子 卖方说卖或者不卖 至少你心里有数 不卖拉倒 可以去买其他的 可猜疑心就像卖方不告诉你答案 而你偏要买不可 那这种一边等待 一边揣测对方心意的状态 就会让人很难受 今天对伴侣起了疑心 那个疑心就像一个种子 会在心中发芽 就算你拿个盖子把它盖起来 那颗疑心的树苗还是会日渐长大 直到有天冲破天际 黑暗中的那双手 暗示效应 当美国民主的焦点放在统大选之际 与个备受华人瞩目的新闻正在发展 华裔警察 皮特良 乌莎非裔男子 凯格丽 凯格丽手无寸铁 但在那个当下 皮特良却认为对方有很大的威胁 造成这起悲剧 随新进展 法官判定皮特良无相罪名成立 2015年 台湾也发生了类似的悲剧 有原住民上山打猎 误以为抖动的声响是山珠 结果误杀了自己的书工 曾拿过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电影《撞车》 则不断拨白人 黑人和拉丁美人之间的冲突 凸显种族歧视和偏见的心理效应 对人类之间造成的影响 除了无法忍受被欺骗 主要是人们很难忍受猜疑的情绪 你可以回忆一下 当你猜疑另一半可能在和别人约会 接吻 上床 做那些你们曾经做过的所有事 但你又不能证实 那种感觉有多憋剧 多难受 好比《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 奈何宝玉再怎么跟黛玉表示她的忠诚 黛玉内心的理性 又怎能敌得过宝玉和宝柴那一幕幕 除双入对的画面 更何况宝玉还是一位典型的妇女之友 给人的想象空间太多了 这些想象空间充塞着蔡依的根井 蔡依最可怕的地方在于 事实已经不重要了 一旦蔡依的种子散在心中 那份猜疑的树根也会吞噬我们内心的信任 所以就算知道对方很老实 那又怎么样呢 就算没有证据 难道就能拔掉已经重在心中的猜疑 为了让内心的痛苦得到舒缓 便只好消除造成的痛苦的诱发物或情境 才能解脱 而追求解脱的过程就是结束关系 离婚或分手 即使为了孩子或者其他原因继续在一起 那也只是徒有形式 罗斯福总统和秘书外遇 罗斯福的妇人索性 全新投入公益 连罗斯福死掉的时候 他都没有陪在先生身边 行为主义有一套帮助 来谈者化解恐惧的方法叫脱米 通过缓缓增强恐惧物的强度 削弱造成恐惧和恐惧感之间的关系 距离来说 今天面对一位对猫恐惧的孩子 咨询师可以和来谈者设立一个分级表 从卡通的加飞猫图片开始让孩子熟悉 从中学会放松 一步步慢慢过渡到具体的活生生的猫 可是让一个人从怕猫到不怕猫是一回事 从不怕猫到爱上猫又是另外一回事 乌宁说 即使形式上从不分开 但一个人逐渐习惯另一半出轨 削弱猜疑带来的痛苦的同时 爱也不复存在 如同万方的那首歌 爱经不起考验 这个经不起的考验就是猜疑 让我们痴狂的爱情最终只剩一片荒凉 猜疑的解药 猜疑虽然可怕 但我们可以参考哲学咨询师科恩提出的解决之道 作为面对猜疑的自我解救良方 他的方法可以浓缩为下列三点 在苦难中学习坚强而不是逃避 转化对糟糕的看法 正是经历各种破事 才能活得越来越精彩 让事实主导而不是靠感觉 综合上述三点 不难了解 猜疑有如游向黑暗的想象 这种想象即使说服我们的理智 却无法说服我们的情感 这是 我们要做的不是逃避想象 不要去想 而是选择接受自己的想象 通过反奏自己的想象 了解自己恐惧的到底是什么 好比君臣之间的相继 那是因为反手就是杀头的事 甚至株连九族 当恐惧增强了猜疑存在的必要性 如同有时我们猜疑枕边人 却不猜疑某些朋友 就在于我们对失去枕边人的恐惧 远远大于其他人 这当中主要的推动力 不是负面的情感 反而可能是积极的爱 只是当我们的勇敢与我们的爱不相称时 恐惧通过猜疑的思想活动 占据了我们的理性 猜疑的反面是对爱的所求 特别是爱的证明 在这样的猜疑中 我们失去了自己 而柯恩要我们在严重化的各种想象中 面对自己 因为只要我们不放弃自己 我们就不会失去自己 故越是猜疑越让我们痛苦 我们越要试着回头去看自身的需要 而不是将心思放在猜疑他人的失落 我们才能够和重要他人去谈 我们为什么害怕 为什么猜疑 这时事实才有可能救赎我们 即使是坏消息 我们也能做一个肯定的决断 而不是因为猜疑的恐惧 做一次消极的放弃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聆听 请把这篇文章分享给身边人 让更多的人听到 我是阿豪 每篇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每天打开美丽新篇章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